以前我们的车只是一个带步工具 但是来到仅时仅热 一辆车已经变成一个科技产品 一个大玩具了啊 所以今天就带给大家一个 Tesda 旗下最入门级别的 Tesda Model 3 车款 在我身边这台就是Tesda Model 3 的 一个 All-Wheel Drive Long Range 版本 顾名思义啊 Long Range 它就有更高的续航里程 它是有前后双电机 Dual Motor 组成的 它是有75kW 的粒粒子电池 它能够提供一个450ps 510 Nm 的动力 它0-100只需4.4秒啊 它最高续航里程已经达到602公里 非常的高了 在Tesda Model 3 的车头里 看起来非常的圆润 非常的滑 非常的平整 因为它没有太多的近期隔山 因为它是电动车车款啊 所以变成它最亮眼就是这个头灯组啊 它有这个Adaptive High Beam 还有Auto High Beam 而且还有一个新车热机能非常的亮眼 打开这个机盖 诶 sorry 不是机盖 它里面是没有Engine的 它里面是一个Storage Box 它也是有一个88L的 你绝对可以放下一些Cabin Size的一些Luggage 所以啊 当你去巴萨买一些菜呢 也是可以丢在这边 非常穿越的一个空间来的 绝对不用担心 因为它有这个空间是因为它不是有改电的 它的充电器是非常平整在下面的 所以它这边是没有任何的一些电池组 作为一辆运动型的电动车款啊 配有一个运动轮胎是肯定了的 它配有一个235 45 ZR18的一个PS4S的 Machelin轮胎啊 还有这个Rim Cap啊 这个Rim Cap是有这个Aero Dynamic的 因为它要考虑到提高它的续航里程 能减低它的风阻系数 导致它原本里面的设计啊是比较Hidden了的 但是它里面原本的设计其实是不错好看的 全车上下这辆车有很多的镜头 8个镜头啊 这边一个镜头那边一个镜头 而且还有12个短波雷达 还有前后两个Radar Cruise Control的一个雷达系统 而且这辆车电动车款 风阻系数考量肯定是隐藏式门把锁的 而且无框车门 帅咯 赢咯 来到这个TESTA Model 3的车尾 它设计就和它的大格Model S 差不多一样的设计啊 而且这个尾灯你看清楚啊 它和那个Model S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设计 一二模一样的排版啊 所以这就是用小钱装大B的作用了啊 它的充电口的位置就在车辆的左边 而且你点一点它就自动打开的 非常的方便 而充电问题我们等一下才来聊 它是有电动尾门的 缓缓的打开非常优雅的 虽然这辆车它是溜备试教跑 但是它就是不是那种 FastFact的尾门开启方式 但是它里面啊非常的深啊 里面就有485L的空间 Practicality来讲是非常实用 而且下面这边还有一个非常深 非常大的一个Storage Box 可以放你很多的一些Emergency Kit 打开这辆车就是用这种卡片式钥匙 或者是你的手机 的Emergency来开启这辆车 或者是进行很多车辆的一些设定 所以这辆车你是没有传统的钥匙 或者是这种卡片是在这个B pillar这边 点一下它就可以解锁了 来到这辆车里面啊 你会感觉你好像没有驾照这样啊 不懂要从哪里开始啊 因为它一键按键都没有啊 Push Start 按键 Gear Knob 什么鬼都没有 你不懂要从哪里开始的 这个Dash Box设计真的是除了这个主机 还有这个方向盘 真的是没有其他东西啊 还有这一条就是真正的木纹啊 它是真正的木啊 但是它的Furnishing 就真的是非常的粗非常的海啊 它一点点Furnish 都没有了 摸上去有点割手的感觉 这一点真的是 不是很好啊 再来就是它方向盘 它有两个好像滑鼠这样的按键啊 这个左边原本是给你调节你的音量的大小 右边就是给你调节你的 Autonomous Driving 的一个系统 但是你也是可以在这个车辆这边 你要调整这个Stairing 的时候啊 也是可以用这个按钮来调整上下的 因为它没有传统的那个Tule 的那个东西啊 再来就是它冷气啊 它没有那个Delete 打打 好像我们的车这样子啊 它是一个靠一个你的 在这个主机这边你是滑来滑去就是风味吹哪里 但是要讲的就是这一点 这它的风味是吹到蛮准的 这一点他们做到是不错的 我要讲一讲的质感啊 首先就是它这辆车的一个乘坐表现啊 这个座椅啊它是满满的包住你 它的乘坐表现是非常的不错 而且很舒服的 它皮革柔软度也是非常的好 可是有一点就是它整车的Furnishing啊 无论它的Dashboard啊 还是它的中控台啊 当你一打开一些东西哦 它很多那些杂音还有这些Furnishing真的不美啊 还有这一点啊就是这个Model 3最糗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个全景的天窗 非常的开阔啊 而且你整车的视野也是非常的好 因为它除了这个玻璃飞翔大片 它这个全景是玻璃天窗 也是从这边前面Suit到去后面的 而且这个玻璃天窗它是没有的开的 Anlon 啊曾经讲过啊 这个玻璃天窗可以使人开心 因为开到哪里去啊 你都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 但是在马来西亚这种天气啊 这个玻璃天窗其实是有点热的 如果你坐到有点高哦 你这边会感受到一种热在那边啊 但是他们有讲就是这个玻璃天窗 他们也是有考量到会不会晒 也其实是不会的 因为这个天窗啊 他们已经有效的格局这个99%的 紫外线还有红外线 能够晒伤我们皮肤的就是这两个条线罢了 所以晒伤应该是不会啦 而且你看到这辆车啊 你看到有点暗没有这样晒 是因为这样我们的Tescan 是已经连了这个隔人模的 所以如果没有连的话 应该是会满晒的啦 我们这辆拿的车是2021年的版本 所以它整个主机方面 它的一些娱乐系统就没有那么完善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跳去2022年的版本 更加齐全的娱乐系统来看一下有什么分别 刚才我看的那两个是2021年版本的 这样来到这个2022年版本 它多了什么东西有什么分别呢 最主要就是Central Console这边 它改换了一些设计 它不再采用那个非常难用的那个Lit 它现在非常有质感的 这个一点是不错的升级 而且这边带有两个Wireless Charging的 带有无线充电充你的手机 还可以放两个 这个2022年版本的Model 3 它最主要的分别就是这个主机 你看起来好像一样是 但是它里面的Processor已经从Intel 换成了AMD Ryzen 9的Processor 再加上它提升它的RAM 已经用这个Samsung的8GB的RAM 变成它的分辨率 它的顺畅度已经是非常的顺 已经是跟你的一些Tablet 你的一些电话 非常相似 非常好用啊 非常的user friendly的 而且这2022年版本啊 你看到很多网上那种外国佬啊 用这个Tesla的Stairing View来玩这个Game啊 这辆车是有的啊 我们Malaysia也是可以玩的 首先我们就来玩一下这个 最出名的就是这个Bitch Buggy Racing 那么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个游戏是怎么样玩的 这么那些外国人都说这个主机那么好玩 首先啊你也是用这个Pedal 还有你的Brake Padal 还有你的Stairing来做控制的 有点像你玩那个Simulator 这样但是有点难控制啦 你看我开到好像飞出去这样 除了很多Game给你选择之外啊 它也有很多很特别的功能 像是这个 放屁功能啊 它是可以在每一个位置 从那个喇叭模拟出来 而且声音模拟到非常真实的 好像如果你在你的乘客啊 你不喜欢它 你要坐一下啊 弄它放屁一下 来我摄影师的位置 不可以放屁 放屁这种东西就不要讲来玩啦 如果你跟你女朋友的话 就当然玩Romance啊 不然玩放屁嘛 这个的话它可以开这个主机 它是有这个画面的 然后它冷气也是会出那个比较软风出来的 让你和你女朋友睡一下啦 这辆车最炫酷就是它有这个In-Car Entertainment 它除了这个用Stairing View来玩这个Game之外 它也给你这个歌剧版的一个电影享受的感觉 我们就来试一下它的Speaker有多么厉害 这个音响系统我感觉啊 完全不像只有Circle Speaker出来了 好像20个喇叭在你身边一直在叫这样的 它完全就是让你感觉好像你在Dolby At Most的那个电影院这样 还让我量显起我上个星期体验的D-Box的电影院的感觉 这个感觉啊就是好像从你的椅子从你的脚 从你的车顶啊 营造出一种震动感觉完全就是很生动 好像在电影院看似一样的感觉 就像我看着这个Doctor Strange啊 那个效果真的是非常的真实啊 就跟我在电影院看的真的是一模一样 你有了这样的主机还需要什么电视机 你在车里面放工回去啊 坐两个小时看一个Mobile才会回家啦 除了给你看YouTube之外你也是可以上网 你可以看Netflix最新的还有Disney Plus 真的什么平台都有了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它的充电口就在这边轻轻点一下 它就会自动打开非常高科技 仪式感满满 现在你购买任何Tesla车款 它都会附送这个充电桩的 这个充电桩是你家里的那种三叉3Pin Plug的 但是你要这样充这辆车的话 你需要30多个小时 非常的不逻辑啦 但是现在你跟这个Exotic Mode 购买任何Tesla车款 你都可以拿到一个原装的Tesla 11kW或者是22kW的充电桩 如果你家里只能支撑到11kW的电压的话 这辆车就必须在8个小时内可以充满 如果你家里可以支撑到22kW 那个充电桩就可以在4个小时内就把Tesla Model 3充满了 非常的方便 拔出来的时候记得要按一按啊 因为它断电的 这辆按一按它就可以拔出来 然后这个叶子板就可以自动收下去的 非常的高科技 这个Exotic Mode 它的showroom是一个4S center的 它包括Sales 还有Service的 所以它Service Team也是非常的专业 你可以看到这个showroom 有Model X 有Model 3 有Performance版本 有Standard 也有Long Range版本 也包括Model X 所以非常多的版本你都可以来 他们也Project一个试驾活动的 所以大家可以来这个Exotic Mode 为PJ来体验Tesla的全新车款 暂时Tesla还没有在马来西亚 在设计他们的总公司也就代表 我们马来西亚是没有Tesla 马来西亚的 大多数我们能看到Tesla车款都是以 Parallel Import 也就是平行进口 还有Recon 复兴车来贩售 那么这两款车啊 很多人都会担心 那么我买了这个Tesla车款会不会没有 varranty 会不会aftershow 会怎样 我的充电只要找谁装呢 这会是非常麻烦的问题 但是你现在找到这个位于在PJ的这个Exotic Motors 他们提供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aftershow service 也当中包括他们提供这个4年的全车varranty 免费保养还有保修的 也包括这8年Electric Motor 电池还有ECU的这个varranty啊 所以这辆车你有什么问题 你尽管拿回来这个show room 尽管拿回来这个service center 他们都会帮你处理 这样我身后的这个service center 他们能够确保你的车辆 每6个月都进行免费的保修 所以你在这边可以更换任何的配件 也可以进行非常多的optional accessory的 你不用把这辆车运回外国 这样节省很多费用还有时间啊 Tesla 在电动车界就好像电子产品的Apple一样 电动车有一种就是Tesla 第二种就是其他 就像电话的Apple一模一样的道理 以它这样的动力 配备 设计 还有这个安全系统来讲啊 它已经超越它的同级别竞争对手了 而且加上就是Tesla 它在电动车里面啊 它的序标是最小的 也就代表它是最不容易亏电的 再加上啊 Tesla 的车机系统是其他对手超越不来的 所以才能让这个Tesla 在电动车里面成为电动车的标杆 这款300千的Tesla Model 3啊 它能够给到你百万级别的动力组合 也能够给到你百万级别的回头率 在这个价位的电动车 你会选择原本标准的3 Series C Class 还是这款全新超前卫的Tesla Model 3呢? 欢迎在下方和我们一起讨论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分享出去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我是Jaden 拜拜